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我是节目主持 顾止冠Debbie 今天很高兴请来Alan 陆庭龙 陈京阶 Alan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疫情之后大家很久不见 真的 还要脱口罩 不过不要紧 我们做了消毒工作 各位朋友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段日子 环球股市 债市汇市都大幅波动 所以我们这次节目第一集和大家见面 由今天开始 每个星期一 在同样的时间 我都会请来不同的嘉宾 和大家拆解一下 最影响市场关注重点 今天就请来Alan 请了Alan 当然要问市场 真是麻烦 3月份 环球股市股灾大塌 4月份 很多人急急地买回市场 然后大家就问 五月怎样 五穷月嘛 但开局感觉又不是太差 你的客人其实现在在问些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想就疫情的最差的时间 应该就是大约是三月中的时候 因为在三月里面 美股也都历史性熔断了四次 那当时我想大家就只是想拿现金 那现在经历了最差的时间 而美股 我想它比起收復 我想就由跌幅里面 都收復了可能接近一半或者以上 那现在就去到差不多大家的焦点 就是说疫情始终都会过的 也都上个星期 美国公布了一些最新的就业市场报告 跌2000多了 是的 那失业率就去到14.7% 和之前就是3.8% 3.9% 就其实差不多是几倍的一个跌幅 另外就是说 那个非农业新增职位 如果在疫情之前 基本上是每个月平均增加 20万到25万个 那现在呢 四月份呢 是减少了2000万个 数据真的很差 不过股市照升 是的 那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现在的市场 其实都说 那个焦点其实是应该去focus on 什么呢 那我想现在就说 欧美的疫情 有些缓和的迹象 包括感染个案 死亡人数 它未完全过去 但是似乎大家就觉得 是这样的了 即是高峰期都已经 高峰期过了 你会等 要给时间它慢慢过去 好了 那大家说 如果你再控告一些 说疫情数字上升 或者经济数据差 似乎大家就已经是有少少 我想就是觉得 都是这样的了 都是这样的了 OK 反而他们就 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重开经济 OK 包括可能是特朗普 不断在这儿 就是推 什么时候再开 而包括我想 英国这个星期都说 可能局部放宽 某些活动 比如一些市民出去 做健身运动 跑步 就是大家已经说 哦 就来的了 那所以呢 这个心态上 其实是有转变的 那我记得 应该是今年农历年之后 即是1月底 2月初 当我们放完这个农历年 新年减下来之后 就开始大家就 咦 疫情来了 很紧张 是的 会不会SARS再来过呢 那大家开始做一些防御性的措施 包括可能在那个 投资市场方面 当时应该大家手上最多 应该都是股票或者债券 是否你的客户会增持完现金当时 当时开始陆陆续续开始会减磅 就是起码你不会再做新的投资 那可能就会将手上一些股票或者债券 清空一部分出来 就增加现金的比重 好了 那这样东西一直都做到 我想是大约去到2月 3月初的时候 当这个疫情在欧美开始大幅度爆发的时候 而令到那个美股那个指数突然之间很短时间 懸崖式下跌的时候 其实背后 除了大家看到那个股市这样跌发之后 其实另外一件事 我想就是大家可能在一些报章的投资那里 会看到就是 其实债券市场的跌幅更厉害 更恐怖 更恐怖 其实我觉得联储局为什么会在3月 就是说是做月初到月中 连续做了两次非常规的一个减息动作 把联邦GN利率可能是一来半 减到到零 其实股市呢 坦白说 升升跌跌是常态 也股市是不会跌到你死的 但是债市就不同了 规模很大 债市规模很大 其实大家知道 在一个投资市场里面 利率其实才是一个最影响决定大的因素 你无论是商业借贷 公楼 公楼 这个可能是银行里面 可能是息差 存款利率 借贷利率 所有东西其实回到这里 都是跟利率有关的 而利率衍生出来的 除了一些很简单的 可能是存款 其实你可能会说 买一些稳定收益的 可能是买债券 债券 传统上大家都觉得 它是比股票稳定的 是的 即是说 你买了债券 它就不会像股票那样 升升跌跌 那波幅可能那么大 但是呢 在这一次那个疫情里面 一些可能是一些金融机构 发行的债券 包括银行的一些可能是永续债券 Perpetual bond 或者一些可能是 信贷评级 比较好的企业债券 在3月的时候 也都其实跌幅 好像股票那样 是说跌十几二十 甚至乎有些是跌30% 那我们叫这些fallen angel 就是节契天使 就是一些好地地 稳稳稳稳稳的债 不断被评级机构 剁他们的评级 然后就 哇 原来是会这样想 但Ellen都说到 这些通常一些比较 机构性投资者 就外耗债券 其实经历了这一役之后 其实很多的债价 都跌到一些非常吸引的水平 我见短线薄反弹的 都还很多 过去几个星期 我见钱持续流入债市 其实客户的心态上 是不是觉得是短炒 还是真的觉得债市 不会有事的 不会爆的 可以持续上去 我想一般投资者 很少直接会接触债券市场 可能你会透过一些债券基金 去认购债券基金 由基金经理帮你去投资 下去债券市场 通常他们的做法 为了分散风险 就会买很多债券 买一百几十只 然后因为当中 如果万一出现了一些信贷违约风险 就是有一只爆了煲 违约 他的比重 都是占整个组合 可能是0.5% 1% 甚至不可以超过2% 但是有些私人银行的客户 或者刚才说的 机构投资者 譬如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或者是一些银行 他本身有一些资金营运的时候 或者收了一些保险金 他就会投资到这些债券市场 买很多这样的债券 通常我想 在刚才我说到 3月中最差的时候 这些债券 其实平均跌幅都可能是2成 那变成是一个很大的跌幅 如果你是买债券基金的投资者 你就想熟回 你想熟回 其实 基金营收到你的命令 那他有什么钱给你 他就拋债券出去 形成了一个骨牌效应 你越想熟回 就越拋多些下去 亦都因为 在过去这几年 那个环球的利率很低 大家都经常说 现在 美国已经开始 由加息变回减息 日本就负利率 欧洲更加 负了很久 所以大家就觉得 利息基本上 它只会停在零或者负 就算利率要上 都机会不大 因为现在没有通胀 通胀很低 大家觉得 利率其实是很平的 很平 好像一条水平线 所以大家就说 买债安全 这些就叫做痛苦交易 没要都要持有的 但Alan你提出一个重点 我想上个星期尾 至今个星期 亦都是一个市场的重点 现在是炒美国的利率 出现负数 如果我们最新看 利率期货 反映那个隐含利率 其实上个星期五 是炒年底 11月左右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就会负数 明年4月 直到负0.5厘 这些情况 究竟是否真的会出现 第二是如何影响到 整个投资的思维 我想美国联储局 作为全球一个最主要的 货币美元的一个中央银行 那它这个决策 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了 其实就在过去这10年 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为了刺激金融市场的 那个资产价格 还有要救市 就是说要刺激经济 防备这个通缩 或者衰退风险 其实中央银行做了很多东西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 那两个英文字就是QE QE 就是说它除了减息之外 可能中央银行出去市场 公开运作买债券 然后将资金投放到金融市场 令到激活了资金流量 然后希望它扩散到 透过银行系统 金融系统 去到企业 刺激经济 多一些消费 那样东西 其实呢 现在这一次的疫情 跟08年金融海啸的分别 其实我觉得在哪里呢 第一就是 08年金融海啸的源头 就是美国的次态 次案危机 那是金融资产 然后令到大家觉得 是骨牌效应 交易对手风险 对了 影响银行的稳健性 所以呢 它出手 中央银行出手 立即做了减息 还有 央行进去买债 然后就稳定了 大家的投资市场上心 这一次的疫情 它不是金融资产价格出现问题 是个实体经济出现问题 因为你疫情一来 接着飞机不飞 旅游停止 接着消费萎缩 甚至乎 因为那个 酒店业 旅游业 服务业那些大幅度收缩 接着裁员 失业 就刚才我们提到 美国的最新的失业率 和它那个 飞龙月新增职位 在单单四月份 就减少了2000万个 好了 那其实这些这样的东西 就影响实体经济 就是等于即时 shut down了 就是停了 停了实体经济 那它和金融资产市场格格的分别 就是说 如果中央银行 再继续用这种 叫做 波币政策 减息 付利率 投放下去 那资产格格一定有反应 是的 股市会升 债券也会升 是的 但是这件事 会不会帮助到实体经济企业 有钱出粮 或者公司的营养 继续做生意 它不会 它是会有一段时间 要它们慢慢才可以 回到一个正常水平 因为Alan你提到 QE 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次 可能网民看到 图中所见的几轮QE 例如你QE1,2,3 其实在说 佔GDP的比例 第一次的时候 就大概9% 去到第二次 就3% 第三次就8% 不过记忆中 应该是每一次股市 或者资产市场 对它的感觉 其实是一次比一次 没有那么兴奋 是不是 即是未来 有些估计到 为什么黄色的 那么夸张 这个大摩的股算 是 说到2021年 整个资产负债表 有机会是升多7.8万亿 即是总数到12万亿 占GDP的38% 估到这样的事 都没有反应 就真的好得下件事 因为之前 我想美国联储局 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 资产负债表规模 大约应该不超过8千亿美金 好了 因为它要救市 所以它就做了QE政策 而将资产负债表规模 即是联储局在市场买债 然后债责一路变成它的资产 它一路将它由7千8千亿 推到最高峰4万5千亿 去到2015年的10月 开始说要退市 开始慢慢加息的时候 它也重新 它会减少买债规模 就是说逐步减少 那么资产负债表规模 由4万5 又稳步降降降降 降到下去 可能是接近4万亿的水平 好了 那现在我们说 OK 那又要再次救市了 OK 那现在其实已经去到6万亿以上 就是说短短可能是半年时间 那么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 已经由可能是大约4万1千亿 去到现在是6万5千亿 好了 那因为联储局说明了 无限量买债 就是说政府债券 它无限量买 跟着呢 以前就不会买corporate bond 就是买企业债券 买一买 甚至乎可能买股票ETF 是啊 我是不是应该冲进去买ETF 所以我想说 我会做这件事 就是说有个大买家在后面 就是等于我们去炒股票或者买 明知未来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那当然是抢先入市 买定先到时他来就给他 给他 给他接货 所以你说如果他说到无限量 理论上就是说经济越差 或者他觉得还不可以 他就不断可以 将那个资产负债表规模 一路推上去 所以你说摩根斯坦来说 这个是否12万亿 就是一个终极的数 或者是否其实去到8万亿 都很厉害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如果是按照现在这个 这样的救市方案 那个逻辑去说 那基本上大家 如果相信央行 你就不用怕的 你应该就将所有的身家 或者现金 全部投策进去 金融资产里面 即是说股票 你猜他会买哪一样 你就先去买了 是的 那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个 纯粹是那个 叫做这个 金融游戏或者投资 那是否你的建议先 即是是否像股神巴菲道 即是见着泡沫 不断上来 我们就去拥抱他 但最新其实他 巴棍之后出来说话 都是在沽东西 他找不到东西去买 所以令我的心有点慌 这个呢 刚才我说的就是说 因应央行那个救市方案 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游戏 那个逻辑思维就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呢 投资我们其实要经常说 我是想知道我做什么 然后呢 我怎样可以脱身 怎样可以退市 或者是我怎样可以 可以减少风险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 那个投资组合的话 第一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 是短期之内 譬如是半年至一年之内 央行都会继续做这件事呢 那我想你可以将一部分的资金 就买进去一些 譬如举个例子 你说买债券 那你都不要买那些 比如high yield bond Junk bond 即使那些 那些即使的回报很高 政府不会救他 或者他不会买到那里 那你只可以买政府债券 或者一些信贷评急很好的企业债 或者叫做半官方机构 或者叫做半官方机构 因为那些央行会买 那就是等于有个安全网 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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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信贷评急好的债券 当他将这些债券买得多 它的yield跌下去了 大家觉得买这些债券的回报很低 没有肉食 不如我大胆一点 我买隔壁 我买一些信贷评急差一点 或者买一些垃圾债券 我买了之后 其实我都不打算坐到尾 那我思维和我们玩股票一样 通常都是先走一些优质的 接着就越买越低质金 二、三線 接着就超市股 接着就细价股 接着就细价股 通常我们都穿得输那些 是不是 Alan 刚才你提过一个信贷风险的问题 你之前都教过我看 要看一个叫credit spread的东西 如果以美国现时的高息债的债息去减了 就是我们用Benchmark 十年期美国债息 那个息差 我见到由高位其实就缩了下来 其实是预示一个是不是风险减低的意思 如果我们看回那个债券 它在3月份最高峰的时候 那些债券因为那个债价跌 那债息就升了 升到呢 就可能是本来平均 它是可能某一只债券 当它是美国十年期债息的 可能加300点至300 加3% 就平均的 去到那时候可能加10% 因为大家不想要 因为不想要 你抛债券 那价格跌 那债息就上了 那最高峰就去到很夸张 十几里 千几点 就是说是十几个% 好了 那现在你见到它是回落了 但是它回落不到去疫情之前 它都是在半路中途就停了 那图很清楚 很清楚 现在只有700多点 都是在疫情之前高了 差不多是double了 或者是倍了 好了 那就是说大家知道 央行做这件事 也都稳定了市场 但是你不是盲目地乱买 因为如果你乱买 其实你 哇 无限了 你是不是应该买到它 去疫情之前的水平呢 现在其实大家都是有点戒心 而且你看到 资金入债市有分别的 它不是买长债 它入了一些money market fund 就是买了一些短的 一年期之内的 因为它就是怕 如果你要刺激这个经济 可能你会持续做这个货币政策 做一年或者两年 那短期的 因为你不断做 那我就先买了这些 好了 当这些息去到差不多零 或者甚至乎 可能刚才你说 明年会负 那我就买长一点 我买两年 五年 三年 希望它的回报都还是正数 所以我觉得 其实那个债券市场 现在看到 就未去到一个 病毒疫情之前的正常水平 大家都是有戒心的 也都知道 那个债券市场 就经历了三月份 那个大幅度波动之后 即使你说我现在去捞底 我买一些可能是内房债 买一些高息债 我都不会第一 注码买那么多 第二 我都会选哪些是可以 到时我会脱身的 因为最近都真的很多选择 因为你外国也好 有些大型企业 不停出来发债 区内来说 其实上个星期 我查过 都六十几亿美金的发债量 不过Alan 刚才提到 就是资金流向的问题 其实你刚才说到 Money Market Fund 货币市场基金 就主要是一些短线的钱 因为主要是一些存款 或者短期票据为主 我们真的看到 最新的资金流反映 这个来自富税 这一大行 去到上个星期三 已经是最新的数字 反映原来投资者 真的将钱 不断拍入 那个叫MMF 货币市场基金 多了五百多亿的美金 14个星期 原来累积流入 有1.2万亿 Alan 债也有钱入 继续持续 3月沽完一轮 之后就持续买回 现在最新多了113亿 但其实股票是继续熟回 这次资金流回 也挺夸张 这次是熟回159亿美金 说的是3月股灾以来最厉害 当中美国和欧洲就是重灾区 有个别的钱 好像亚洲那边不是 相比起那边是不太差 那你怎样看这个 是否真的反映大户的智慧 如果我们把刚才这个表 定格在现在看 这个所谓叫做 很多钱进去货币市场基金 接着再买债 接着就会减持股票 是一个传统叫做防守型 或者很保守的投资策 事实有些人在害怕 但这个就是反映了 现在或者之前的想法 那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你把它调转来看 即是说未来 其实应该哪里 会有一些可能是 比较好的回报 就是股票 就是股票 因为股票即使你说 那些钱是走出来的 好了 但这个其实我想 当我们去到现在 这个叫做股小资 弹回来稳定了之后 那波幅少了 那波幅少了 那波幅少了之后 大家就可能会套现股票 可能你在脑底 或者之前买了股票 走不脱 现在你就走得脱 那你就想套现现金回来 或者是食股 叫做profit banking 好了 那债券那个中间的 比较少一点 他也有钱入 不过可能是selective 很选择 就不是乱买那些 所以垃圾债券 公式债券 他都是选哪些可以 其实现在我会发觉 很多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客户问我 就是说 如果我拿了现金 就是说我已经在之前减持了 或者现在好像这幅图 其实我拿得最多 就是money market fund 但是回报很低 那怎么办呢 我未来还要继续这个情况 那已经开始有些人想 不行啊 拿现金就会蚀底 那因为呢 现在全球央行 都放水救市 那就是呢 不断它会印银子 不断做这个货币市场操作的时候 你看到联储局 如果它那6万5千亿到年尾 可能到10万亿的时候 就是说呢 那么多钱出了市场 那便稀释了我那个货币的购买力 就是钱不值钱了 那我再拿着钱呢 利息又低 再加上嚇一嚇我 明年联储局的美元利率是富的 那我怎么办呢 难道我真的存钱的银行 还要给手续费吗 不会嘛 那我就想一下 有些什么东西可以 就是拿回正回报 是的 那你债券又说得对 就是我没有给你一个breakdown的 但是你摆明 就真的知道那些客人在做什么 因为呢 主要流入的呢 就真的是一些投资级别债 就是这百多亿里面 超过40亿呢 其实都是流入一些 比较稳的债券 那大家会问 第一可能你觉得股票可能直搏 第二就是如果刚才听你的邏輯 应该是买黄金 就是多不多客人问你 这几项的投资里面 一二三四 就是哪些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如果我去区分 就现在问得最多就是说 已经拿了现金 或者他不想拿现金 他就会问你 那我其实应该做什么 那是股票呢 怕不怕呢 其实我选你选你选不到 我们应该买回楼呢 就是买楼啊 或者买一些车位 铺位来收租啊 或者甚至乎他说 喂 那其实一路搞下去 可能分分钟 那些钱不值钱的时候 会不会引伸到另一个 一个金融危机 就是大家 不断就觉得 哇又负利率 或者那些资产价格 或者实体经济 那些资产价格一直升 那我其实都很害怕 就像刚才所说 那如果央行这样做法 买到好像十万亿二十万亿 那他越买得多 那麽慢呢 因为你做QE的同时呢 那些资产负债表增加 其实代表整体的债务都增加 就是说呢 财务发行很多债券 刚才你都说了 趁着息低 大家恐惧这个负利率 很多企业都在你现在 就伸手出市场发债拿钱 好了 那整体来说 息口维持这么低的时候 同一时间 债务一直上升 那债务上升 即使你说零利率 或者负利率 大家要留意一下 一样东西 息口可以便宜 甚至乎可以不用付钱 就借到钱 但是本金一定要还 那本金要还 就要实体经济 真的能够成功 要不然呢 你没有现金流 生意做不行 那间公司都倒闭了 或者你一路做 那你其实那个本金 没理由回落了 要么就是你吃了它 要么就借钱给你的银行吃了它 政府就不会帮你的 那你建议我们的排名是什么 第一股票 就是1 2 3 是 A B C 如果我自己选 现在就是因为始终 虽然你说实体经济 都是比较差一点 我们弱 而且我会预期经济数据 因为它有些滞后 所以它未来都会不好 再差一点 都会再差一点 但是你说 如果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流动性很重要 就是说流动性 就是说 例如我拿现金 我就有100%的流动性 随时可以变现 去买其他东西 如果不然我都不怕 只不过你怕 就是怕钱不值钱 就会失败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在房地产 债券 和这个可能是 股票 甚至乎你说黄金 商品 流动性最高 都是股票市场 所以我随时走得掉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 譬如你说 我不去追逐那些 二三线 先股 我是特地买龙头 科技股 或者大只那些 我想 现在的波幅 的情况之下 你很难 可能就会 未必会 发生的机会会少些 就是再来多一次 好像二三月 一晚就跌 可能十多个百分比 那些 应该机会就比较少些 因为央行入了市 好了 你的下跌限 可能是有限 反过来 如果市场平稳 你可能就说 我买着股票 即使它价格不升 可能我收它的股息 那些东西 都会有两三亿 希望它不减派息 希望 因为它的情况 就是它其实流动性最高 你债券 真的要买一些投资级别 央行会买什么 你就买 就不要买央行不买的东西 那些就不包底 明白 黄金我觉得 在你配置里面 都要有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我发觉 那个环球经济 和那个情况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单纯 一个经济因素 影响过资产格 政治 中美的角力 或者会不会发生一些 地区性的拆枪有火 是的 或者会不会令到 有些地区 完全因为某种情况 而可能是 禁闭 或者交通断 这种其实我觉得 是你很难估计的 所以 当你有风险资产的exposure 你同一时间想对冲 你都要买黄金 是的 买黄金 我觉得金其实都真的 可以考虑 在我们资产组里面 你调拨10%到15%去买金 你觉得是OK 而且在过去一个多月 都有些客户真的买实体黄金 就是买金条 没有把它放在床下 是的 不是放在床下 中国经常替 don't buy Could if you buy 大家可以追蹤我們 還有在HKET.com 還有Like我們HKET的Facebook專頁 你們就會收到我們更加多的資訊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Alan 我們下星期再見